Hello 大家好 我是 Muse 早幾天有朋友問了一條問題 就是可不可以用 Diffuser 代替 Softbox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買過那些五合一的反光板 可以拉開了金色、銀色 然後裏面就是一塊 Diffuser 真不知中文叫甚麼 是一個好像半透明的布 那塊布有薄有厚的 理論上我們透過那塊布我們看不穿對面 但光線可以穿過對面 有些朋友會喜歡用 Diffuser 擋住一些眼光 變成一個油光的感覺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這件事 首先我自己覺得這個問題應該要問你自己 到底你平時打燈有沒有考慮過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控光 控制光線的意思就是我想的光去哪裏就去哪裏 想的光照到哪裏就照到哪裏 很重要的就是我要的光不要照到哪裏就千萬不要照到哪裏 你明白這件事的話我相信整件事就很容易解開了 首先你要知道本身光是一個reflector照出來 其實它不是真的叫做很directional 只是只有一個位的光 光到處走到處漏 不如我簡單點畫一張圖給大家看一看 不如畫一個Softbox 畫得一般的 這裏有一個Softbox Softbox 本身表面有一塊Diffuser 我用另一隻顏色的筆 表面有一塊Diffuser 然後其實它裏面也有一塊Diffuser 那些光線就會透過這個燈頭 先照向第一個 照了下去第一個 接著再擴散去到第二個 就會令到它整個面 都充滿一個平均的光線 而再透過這個表面 再從光向外散出來 有一件事要注意 本身現在大部份都會的 在Softbox 上會有一條粗邊 即是凹了下去 這條粗邊其實是重要的 是控制光的 不要讓它到處漏 你想想好像一個 即是一些水裝著 你沒有一條粗邊的邊凸出來的話 水就會寫出來 所以在這裏 都會有一條深了下去的一條邊 所以可以好好控制光線 而現在隔了兩層的Diffuser 現在整個面 亦都是充滿著一個平均的油光 而大家亦都可以很明顯地看到 這個油光是一個形狀 形狀是一個長方形的形狀 長條形 這樣 好了 我們現在如果 如果都是一盞燈 好了 一樣 如果都是一盞燈 這次就純粹一個簡單的 Hardlight Reflector 中間就加一張油光紙 或者Diffuser 其實一般來說 如果你自己買回來的 或者手拿到的 都是一些反光板 可能裡面那一層的Diffuser 即是大極有限的 我不管你那塊有多大 或者我畫大一點 我當你有一塊大 大一點的 但首先我們要了解的就是 光線本身 你以為這個Reflector的光 你以為它只是聚在這裡 Hardlight Reflector 打了出來 其實都是一個圓形 它不會打了一個長條形 給你的 除非你自己又落 那些其他Bandor 那些東西出來 另計的那些 好了 你自己就這樣打出來 光會聚在某一個位置 但是光線 是不是不代表會周圍走呢 其實光 一離開了Reflector 之後 其實它已經周圍走 那些光 你中間那塊Diffuser 其實我不知道你的尺寸 但是如果越小的話 就越大問題了 但是光線就一路周圍走的 如果你兩邊是一棵牆的話 那就更大問題 那些光會彈回頭 那些光是會彈回頭的 如果你的人 你的人物 如果是在這個位置的話 你的背景就麻煩了 是不是影響很大 更加有可能會直接影響到人 所以其實光線本身就是這樣 包圍了這裏 其實這邊的光一樣會包圍這邊 這邊亦都會包圍這邊 形成一個 其實好像包圍著 包圍著整個 前面的範圍 其實這些光都包圍著 問題就是 我們用Softbox 這邊的光是沒有的 這邊呢 是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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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的 只會在焗陷了在這個黑框裏面 才去投射光出來 這個就是我所謂的控光 因為我需要好好控制 到底光線不要照到哪裏 如果我不照到哪裏 我便成功形成長條形狀 投射在我主角 這是我所看到的 一個長條形狀的光 如果我的主角在這裏 理論上這個光是投射了整個 整個 頭影投射了整個光的形狀 在人或物件上 但是如果我的光線是這樣去控制的話 這個是最低預算 最便宜 最簡單去達成一個油光的方法 所以在我的基礎工作方裏面 都一定會教這個方法 但是問題就是 一定有問題存在在裏面 但是問題就是 你知不知道 你知你也可以解決到的話 其實任何方法都歡迎你去用 因為我們是目標為本 我們需要做出一個理想的結果 搞這麼多東西 所以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可以加一塊布 或者用板去擋住光額 不會讓它走過來 當然可以 但是你想想 我這樣擋住這裏擋住那裏擋住頂 擋住頂 其實是一個sop loss 你理解到這件事 你理解到的話 其實是對的了 即是你已經完全解決到 我們用softboss 和你剛剛正在問的方法 到底有甚麼分別 行不行 所以由頭到尾 問題不是存在在你用牛油紙 你用布 還是用任何其他的物料 口還是薄 這個已經不是我考慮的問題 因為最大的問題都未輪到它 最大的問題 光會漏來漏去 會漏走的 那些光也會影響到 你的背景 甚至你的主角 如果你考慮到這點的話 我相信 這個問題自然已經解開了 好了 大家看了我剛才的講解 希望都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啟發 如果大家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的話 都歡迎大家在YouTube 在這裏留言傳給我 下次再談 拜拜